现年47岁的韩流始祖安在旭 2月11日被爆出酒驾的消息 警方向媒体透露 安在旭10号早晨从韩国泉州开车返回首尔途中 被发现酒后驾车 血液的酒精含量足以吊销驾照 目前安在旭的驾照已经被警方扣起 据悉安在旭9号结束在泉州的活动之后 和其他同僚在酒店附近的美食店喝酒 返回酒店后并没有充分休息 便在10号早晨开车返回首尔 对于酒驾事件 安在旭所属的事务所发表声明道歉 表示安在旭对酒驾仪式感到非常后悔 他本人和事务所也没有任何便捷的余地 深感责任重大 难掩愧对大众之心 对犯下的错误深感羞愧 对于之后的行程 会尽快讨论出方案 尽可能减少对其他人的损失 再次向大众致歉 另外安在旭原本会出演音乐剧 英雄十周年演出 现在要在商议是否演出一事 此外安在旭原定10号参与KBS综艺节目 乌塔房门的问题儿童们的录制工作 为之是否受事件影响 KBS方面表示录影被取消 不过节目有足够的内容 所以不会影响节目的播出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